你老婆让我带给你的 她希望这把锁呢 能让你有所触动 蒋广珊的老婆总共出现了一面 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艳色憔悴 毫无血色 一看就是营养不良 一个方面是她久病卧床 另一方面是家人疏于照顾 看来蒋广珊对老婆并不怎么好 但从蒋广珊老婆跟魏国平的对话 可以看出是一个老实善良的女人 从脸颊的轮廓也可以看出 曾经是个不错的美女 只是如今却被折磨成这般模样 她急需要一笔钱做手术 蒋广珊勒索了赵家兄弟三万块 没有去医院交手术费 反而到了嘟嘟场玩了一把 一看就是个老手 三万瞬间变成了六万 只是没想到这个人如此狠毒 谎称自己的钱被抢了 想要熬死她病重的老婆 魏国平知道真相后 更加怀疑蒋广珊是歌喉恶魔 因为她一直在隐藏某些细节 比如她是左撇子 比如她曾经打工的地方 都是歌喉恶魔作案的附近 魏国平从蒋广珊丢弃的垃圾袋 找到了小雨录音机的碎片 从地下室成功营救出小雨 蒋广珊被逮捕归案 但这个人非常狡猾 只承认绑架而且是赵世杰指使的 打死也不承认自己是歌喉恶魔 魏国平从蒋广珊老婆那里 知道了当年发生的真相 当年蒋广珊老婆正怀着孕 蒋广珊却经常半夜不归 因为好奇而跟着她 发现她帮赵世杰歌喉被侵犯的女性 蒋广珊的老婆也因为受惊吓而流产 孩子没了对蒋广珊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之后就成了习惯性流产 她老婆常常嘟闹 没有孩子都是蒋广珊的报应 遇到一个这样的丈夫 这个女人也真是够可怜的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欢迎评论转发关注下期见